今日,一份疑似乔任良急救病例的截图在网络曝光 该病例上显示,事发后出车时间为9月16号17点59分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的急救车仅用了8分钟便赶到出事现场 经过30分钟的标准CPR抢救后,可惜无力回天 患者呼吸心跳均未恢复 随后,法医现场勘察确认其死亡 另外,病例上显示呼叫急救者为患者朋友 公使人则为亲友 爆料人称,之所以提供这份病例是因为希望乔任良能干干净净地走 那些谣言太脏了,不希望给他的家人、朋友二次伤害 为求证这份病例单是否为乔任良的真实资料 有媒体独家联系到了乔任良的经纪人 对方回复,问过亲属和身边人都没有见过这个 我们真心希望他能安心地走,不要再被打扰 他的父母和亲友不要承受二次伤害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